我的幸福心愿是 在我临终时刻 带妈妈到更多的地方去旅游 嗯 好 贺大姐想去哪儿啊 我想上北京天安门 看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 为什么说是临终时刻 因为我现在的糖尿病 已经到了晚期的地步 我四年前又患上了尿毒症 现在的我需要每周透析三次 来维持我的生命 每隔一天就要在我胳膊上 窜刺两针 这些都是透析留下的疤痕 医生说我的糖尿病很重 透析也只能维持三到五年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 你不可以做肾脏移植吗 正常的人是可以肾脏移植 但是我因为有糖尿病 所以做不了移植 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老天把你的每条路都堵死了 因为我虽然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折磨 但是我很幸运呢 我总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有好心人伸手帮助我 像在我失明之后 我学会了弹钢琴 这是有一家钢琴教育机构 免费在一对一的教育学钢琴 然后在我偷袭的路上打车 有一位好心司机知道了我的故事之后 把我的故事报给了他们的爱心车队 爱心车队免费接送我 十八名司机啊 一接就是四年 我真的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感受了大家对我的这份爱心 他心态还真好啊 今天对妈妈有什么 应该有很多话想对他说 对 都是平时没说过 来 你对妈妈说 来来来 妈妈 非常感谢您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您一个人辛辛苦苦的 把我和姐姐拉扯大 真的是很不容易 您的身体不好 每天还要照顾我 为我做饭 每次我偷袭回来的时候 看到您处着双拐 还要摸着为我做饭 我的心都碎了 妈妈 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去公园 我们拿着音响 在外面唱歌 是多么开心呢 妈 你喜欢听二人转 我就带着你去看二人转 你那爽朗的笑声 还在我耳边响起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在我眼睛疼得 不醒的时候 抱着头窗墙的时候 您对我说 无论你是美丽的蝴蝶 还是一只飞蛾 您都要做最美的那只 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坚强 我也会一直坚强地活下去 但是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 我也会有一些不舍 还有一些愧疚 现在我的生命 已经倒计时了 假如我有一天离开了 我也会笑着离开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离开了之后 还有姐姐 姐姐会每天陪您聊天 推着您 陪您去看最爱看的二人转 推着您去沐浴阳光 我也会在天堂 祝福你们的 妈妈 我爱你 对 我爸也不认识 好 好了 那就让我们五位嘉宾 愿你们做点什么 来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助理 来 六人游定制旅行 愿意帮你完成你的旅游的梦想 我想不用等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们能做的 现在能做的 就尽量把它实现它 尽快把它实现它 我想今天其实你给予我的更多 所以说我特别想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看到你啊 满脸这种微笑 满脸这个对母亲的爱 还有对母亲的孝顺 所以说今天呢 通过新回来敲门这节目 我中次环市公益慈善俱乐部呢 到北京 我带着你们去 上天门也感受一下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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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